嗨大家好,我是來分享新書的阿騰 阿騰的好友天天好事出書囉 這是一本充滿很多細節的療癒插畫繪本 不只是插畫可愛而已 重點在於呢 這是一本可以讓想學畫畫的人 好好學習的一本書喔 對我來說 畫畫最難的地方就是要把人物畫得像之外 配色也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但是這一本跟著好事貓去散步 除了畫風療癒之外 在配色上面居然還可以讓很多顏色塞在一起 卻不覺得眼花繚亂喔 還有一種違和感呢 如果你剛好對於配色跟可愛畫風 是很不拿手的人 真心建議購入一本啊 可以從裡面得到很多靈感喔 那購買網址我會附在字底留言區喔 OK,好了 幫朋友宣傳完新書之後 該進入正題了 今天是農曆的鬼門開的第一天 多少開始會有長輩說 半夜不要跑出去 要小心外面的陌生人等等 這些聽起來雖然很無聊的叮嚀 但是在這個時間點 總是會莫名其妙的起了一點心理作用 你有想過 如果某天你出遊玩耍 卻到了晚上還沒有房間可以住 而此時 突然憑空冒出一間民宿 邀請你入住的話 你有勇氣租進去嗎 今天的故事就是關於憑空冒出來的民宿喔 然後在錄影上支持我的話 一段廣告可以放到10秒喔 故事開始囉 這故事是發生在某年 我跟我女友還有朋友三個人一起去環島時所發生的故事 那年我们三个一路从台湾最北开着车往南前进 一路玩了好几天之后 当第四天到了南部之后 紧急状况就发生了 什么 你睡也没有订房间 今天可是假日耶 没有地方住那怎么办 哎呦我哪知道啊 我想说我们不是走到哪住到哪吗 谁知道今天都客满啊 废话 周末大会客满啊 有点常识好不好 哎不行耶 每间饭店都是客满的 就这样 那天因为失算的关系 我们从下午找民宿找饭店 都是可满的状况 到了晚上十点多 还是没有地方可以休息落脚 这时候我们都绝望的准备要睡车上过夜了 而恰巧 经过路旁 居然看到一个手写的招牌 哎民宿耶 你们看 这招牌上面写 前面有民宿耶 我们去看看吧 这时候 我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 一路往山上开了过去 而上山的路也就只有那一条而已 一下子就把车开进了一间算是古宅的庭院门口 而当时房子的灯都没有开 唯一的灯源就是我们自己的汽车大灯 看起来超不像有人住在这里的 而当我还在犹豫到底要不要下车去查看的时候 诶 诶 少年诶 要担吗 诶 诶 看下小组会议后 想想 比起睡车上 那还不如住看看好了 而没想到的是 一进屋子后 这间老宅比想象中的还干净 因为是老房子了 每个家具都超有年代感的 像是古董桌 古董椅 古董床 甚至 还有古董尿壶 当下真的觉得实在不错 而且又怕明天没有地方住 我们跟阿伯确定要住两晚后 就放好行李去洗澡了 各位 给大家一些时间 截我这个帅脸啊 要快哦 不要害羞 拿来当桌面吧 而正当我洗完澡后 在房间吹头发时 诶 这什么啊 奇怪 桌上怎么有个硬币啊 上面还是个小孩子的脸诶 有这种钱币吗 怎么了 你在睡睡念什么啊 诶你看这个 我在桌上捡到这个钱币耶 好诡异哦 呃 好丑 这什么脸啊 应该是从国外带回来的吧 啊好啦 放回去了 别人都去不要乱动 就这样的 那晚入住民宿之后 因为找房间找一整天的我们 累得实在很彻底 洗澡完后没过多久 我们就直接早早入睡了 那晚我睡得很熟 但奇怪的是 总是隐约会听到这个声音 好舒服啊 嗯 隔天早上起床 我们没有见到民宿的阿伯 但是客厅上已经摆好了早餐 我们三个人也就不客气的直接吃了起来 嗯嗯嗯嗯嗯 好吃 嗯嗯嗯嗯嗯 好吃好吃 只不过哦 诶 洛洛 你的脸是怎么了 昨晚晚睡哦 硬糖发的耶 没没有啊我有睡啊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好累哦 啊 你们今天自己去玩好了 我想再补眠一下啊 啊 都来玩了 你还要睡觉 要确定耶 你们去你就好了 嗯 好啦 那我们就两个人自己去啰 这样我可以少画一个人也蛮方便的 就这样的 朋友一点看起来没睡饱 而且也坚持不跟我们出门 第二天的行程 直接变成我跟女友的约会日了 而我们一路开车走走停停的 到各大景点拍照 例如 这里 还有这里 跟这里 嗯 在台湾征战了 随便走走就可以拍到国外的风景 而第二天的时间过得非常快 一下子就到晚上了 我们买了晚餐直接回民宿跟朋友一起吃 嗯嗯嗯嗯 而吃饱之后 洗完澡也是准备就要睡觉了 只不过 在我要去拿吹风机吹头发的时候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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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有看到嗎? 那個...真的是小孩嗎? 結果,在我們討論到一半的時候 其中那個穿線袋中的小孩 像是發現我們一樣 你...你們... 救我...救我... 救我...快點 救我出去... 不會吧? 這時候,那個小孩不斷地朝我們跑而過來 但可怕的是,才短短的一段路 他居然從小孩子,越跑,年紀越大 呃...拜...拜託,帶我出去,帶我出去 拜託,帶我出去,帶我出去 拜託,救我出去 我埋個聖啊,我不要了 怎麼了?老婆,你是誰啊? 你是剛剛那個小孩嗎? 拜託,你救我出去 我不要完了,我不要啊 等等,救你出去,你現在在外面啊 而且也沒被關起來啊 這時候,那個老婆一直講的我聽不懂的話 而在下一秒,一個聲音 就從後面傳來了 你要去哪裡呢? 這一刻,我們三個同時 都往那個聲音方向看個過去 我希望你可以走嗎? 這句話,是其中一個穿著古裝的小孩 一邊拍的球,一邊講的 但不知為何,我看著他 我總覺得,他好眼熟 好像在那裡看過他一樣 我要繼續玩呢 繼續玩呢 嗯,硬幣 他,他就是硬幣上的小孩子 拜託,救我出去 救我出去 救我出去 瞬間,我跟女友根本來不及反應 像是變魔術一樣 那個老婆,像是被人家拖走了 整個人,憑空消失在黑暗裡面了 而下一秒,院子裡面的那些小孩 也都不見了 就像什麼事也沒發生過一樣的平靜 你,你剛看到了嗎? 嗯,我看到了 欸,我沒有做夢吧 再說是做夢,觀眾會翻臉耶 沒有,我確定 快逃啊 當下,我們兩個用最快的速度 開始打包行李 這地方不能住了 又趕快離開 而在整理的時候 還手忙腳亂的 不小心把化妝水掉到床下底下了 唉唷,煩死了 怎麼會這樣啊 快點出來了 化妝水,化妝水,化妝水 就這樣的 我一邊摸 一邊尋找化妝水的同時 突然摸到一張紙 欸,這,這什麼? 我把它抽了出來 看來看那張紙 是張大頭照的照片 而我看了一下上面的人 不看還好 一看 可以說是我這輩子最大的陰影 相片上面 是一個微笑的大叔 而那個大叔 跟剛剛在窗戶旁邊 向我們求救的大叔 是同一個人 這,是,是那個大叔 而我把相片 翻到背後 居然還看到上面 用紅筆寫上的出生靈樂日 還有姓名 一瞬間 我整個毛骨悚然起來 不,不是吧 不會吧 您得耶 真的見鬼喔 欸欸,洛洛 洛洛,快起床啊 快點 我們要走了 要走了 這時候我已經不管了 直接衝到朋友的房間 要把他叫醒 叫走 洛洛,快走啊 這裡有鬼啊 結果 當打開房門後的我 看到朋友 正熟睡的躺在床上 而他 還抱著一個娃娃 奇怪 怎麼有那個娃娃 他前幾天住宿的時候 沒看他帶著啊 洛洛,洛洛不要睡啊 快起來啊 快起來啊 我不要,不要吵我 我很累 唉呦,要睡就讓睡啊 這裡不能呆啦 快點走,快點走啊 要走自己走啦 我要在這裡 我的朋友還在等我 此時 我聽到這句話 整個人毛了起來 整間民宿就我們三個人而已 到底 他的朋友是誰 都這個時候了 我也不管那麼多了 直接用卡的 也要把他整個扛到車上去 啊,你去啦 而接下來 在一陣倉皇的整理之後 我們終於開車離開了民宿 而當汽車離開那個中庭的時候 說老實話 我原本以為這樣就沒事了 但不知道為什麼 明明從民宿到出口 是很短的山路 但這時候的我 不管怎麼開 都好像開不出去一樣 一直都到不了出口 朋友 怎麼會這樣啊 而同一時間 我的朋友 又持續在後座發出聲音來 你說什麼啊 好啊 那要玩什麼啊 喔唷 洛洛,你很吵耶 現在很緊張耶 你在哭喔 而當下 我一回頭才發現 洛洛居然還拿著那個娃娃 一直不斷自言自語著 我一回頭 你那種東西幹嘛帶在車上啊 快丟掉,快丟掉 不知為何 我的資訊告訴我 那個娃娃不能留 我直接一手抓來 把它丟出車外 而神奇的是 才剛丟沒多久 出口的路 居然就出現了 太好了 可以下山了 可以下山了 而我才剛開心沒多久 結果快到出口的時候 發現了 有四個人影 排排站好在那邊 像是等著我們一樣 雖然 只有那一瞬間 但就那一瞬間 我可以肯定 那四個人影 是我們在民宿看到的四個小孩子 後來 我們在下個城市 找到一間飯店入住之後 才結束這個驚魂的夜晚 而那天晚上 也就沒有發生奇怪的事情了 隔天 我們在飯店的餐廳 想釐清一下 這兩天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而洛洛才說到 我那天進房間之後就 從他住進去的第一天晚上 他在睡覺的時候 就一直聽到庭院 有小孩子嬉笑的聲音 而他也走到窗邊看了一下 是一群小孩在踢的球 而他還被邀請了過去 踢了一整晚的球 所以到了第二天 他還覺得很累 以為是做夢導致的 至於他睡覺抱的那個娃娃 一開始他進房間的時候 就看到娃娃躺在床上了 而當他講完之後 我才想到了 如果第一天晚上 我聽到的打球聲 是真的的話 那弱弱做的 或許 就不是夢了 而是他一整個晚上 真的在外面玩球 還有 一件詭異的事 就是當娃娃被我丟出去的當下 我有摸到娃娃的頭髮 但總覺得 那頭髮的觸感 已經跟真人 一模一樣了 後來這件事情 我沒不敢多想 就這樣過了好幾年 而在兩年前 我又因為工作的關係 就地重遊了這個地方 我無意間看到那個民宿的招牌 它已經破亂不堪了 但可能是因為時間過了太久 也可能是愧疚感 我突然想到那個被丟掉的娃娃 我想重回到民宿 跟老闆道歉 而詭異的是 不管怎麼走 我總是找不到那間民宿 我不禁懷疑了 到底那一天 我們遇到的 到底是什麼 是鬼神 還是三金鬼魅呢 故事說完了 credibility 是 影響 足球 楼下 好了 這個 ㅋㅋㅋ 因 aproximadamente